黃柴龍的館長 美術教育 你說他是美術教育出了問題嗎 他也是文化行為美術的比較的 你說要做 曾經做過的我們高雄市美術館的館長 最少也有一個美術的含用 也要說了解美術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在台北企業這種表現 證明我們台灣人的教育 是人格教育受到扭虛 道德教育有問題 像我現在看到這種很震撼的話 照理說早就應該出現 台灣人沒有人會 現在出現後 有一個美術跟電力的話 跟電力的話 這話真的有夠好 還有台灣的立書裡面 這早就應該出現這種話 今天終於由你手上出現了這樣的一個話 可以說是台灣歷史中央的書 真的沒有辦法美術跟電力的一種東西 我感覺到一部名其妙 如果說國立的公立的美術館沒有電力 我不知道西美美術館有電力嗎 不知道 如果連畫跟畫出來都不夠電力 當然是要不太少用 說一下 說一下 說一下比較難聽一下 不過你畫這個圖出來之後 我所知道的是 平價兩極 比較有良心的 有台灣醫學的人說 這款的畫照就應該出現了 有的就調過去說 這個不是畫啦 這個跟藝術的本質不關 你自己做一個修法是怎樣 唯獨是良心的事情 剛才我現在還延續 剛才我所說的 我們台灣的一鄉的畫照 像中國人一樣 中國人說畫是 穗草青共 台灣人說畫是 八卦山風景 大佩虎風景 它總是目的就是要看水眼而已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這種習慣 中美術當作一種文字 就是要來控訴社會 要來為歷史見證 還是說要還原歷史現場 我們台灣人 並沒有認為說美術 有必要有這種功能 像隔壇 所以我們 欣賞車 也是沒有這種循環 所以他們認為 美術你如果在設計 歷史的還原 還是說對政治的控訴 他們認為說 超越美術的 超越美術的 承載範圍之外 衝擊一張美術 應當只是 來賞心悅目 為山為水 其實那就是 台灣人 像中國人 對美術館 非常狹隘的美術館 證明說 我們台灣人 一般 嚴重吃也好 創作吃也好 對美術的觀察點 廖望點 都沒有太高 所有看的 都非常有限 所以 我認為說 人們要擴大延界 玉瓊千里目 要更上一層樓 什麼人說 美術 不可以有這種 圖像 這種畫面 我們 可以看 剛才你說的 歌牙 莫內 所有的 某某 皇帝的被槍殺 這個畫面 就是這堆 要穿的 筷子手 面對著 皇帝等人 開槍 這個構圖 在十九世紀 初期 歌牙先創造 十九世紀 末期 莫內 有參考這個構圖 二十世紀 罕見的時候 比卡索 也同樣 吵這個構圖 有個人的風格 他們這個畫面 都是在 控訴 戰爭的可怕 跟發動戰爭的可惡 同樣在這堂 也是在控訴 發動屠殺者的可惡 為什麼藝術家 不能去關心 這些人道呢 比卡索 曾經 講過一句話 他說 作為一個藝術家 不可以為五十八 為三為四 一個藝術家 同時必須 就是一個 政治的人 不是政客 這句話 不是 法律師 他意思就是說 作為一個藝術家 應當就是要了解 政治是什麼 要關心你的 周圍的政治演變 套用我們台灣人說的話 就是說 我們不去關心政治 但是 政治會來干涉 我們個人 其實我知道 在二十八十八的時候 前後 國民黨來到台灣 三十四年到 發生二十八之前 也是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外交 也用版畫 或者是用漫畫 為出這些國民黨 那是黃榮燦 鄉山人 黃榮燦 他為這個版畫 他不知道什麼目的 來台灣 不知道是要為多 或是做一個觀察 真正的內幕 沒人知道 不過他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人 沒問題 他的idea 社會主義 美術官的idea 對台灣 某一些畫家 產生流流的影響 不過那個影響力 並沒有發展出來 因為台灣的畫家 在當時台灣美術萌芽的東西 沒辦法去讓他 撕毀 影響長大成為 台灣人的社會寫實 或是歷史批判的風格 都沒有 這個人叫做黃榮燦 他為了一張木科版畫 那張版畫 叫做檢查哨 就是在禮拜四驚 的時候 國民黨對著 出出禮拜 經過 路過的台灣人 來進行臨檢 都針刀針槍 一副非常 不把人民當作一回事 草菅人命的一種 身體語言 展絡無遺 這張圖是不錯的 但是 這張圖其實是 在日立法四驚 冬季時 鳳毛麟角 圍堵緊留的這張圖而已 六花秋 黃榮燦 不知道什麼原因死去 可能會被打破 會被打破 會被打破 那麼 外省的偉家 版畫家 在那個時候 跟黃榮燦 本省的偉家 在那個時候 什麼人偉家在日立辦的 我相信他沒看到 我相信沒看到 我們現在在說 李九焦老師 以為這個大獨裁 大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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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但是他在公學之後 就是日立法四驚 以後 他有畫幾張圖 那幾張圖 我個人認為 是我們台灣早期的美術界 一個非常重要的兩三張圖 其中有一張就是 蔡奇仔靠 這張很大的圖 這張蔡奇仔靠 就是為我們不許 司空見慣的 台灣的政家 或是鄉頂的蔡奇仔 蔡奇仔都是這樣 黑黑黑 人都這樣 衣衫藍衣 衣衫不整 那麼 在那個衣衫不整 那是李思喬老師 找他們女兒做模特兒 所以扮演的一個 上海布仔 他把握得很像 有上海布仔的氣質 掛一個 黑人眼鏡 穿旗袍 手拿很多肉 那樣子就是 酒為台灣人的 樣子都完全不一樣 他這樣恥高氣昂 發之招展 他這樣不可一試 趕著要去約會 還是喝下午茶 那種海派的味道 洋溢在話中的人 那周圍 都是這樣 南英國都打人打算 涼那個膏子 也是磊磊磊 上架之泉 那周圍 有所謂李老師所說的 有三個 有一個 有一個 米桑 電腱出的 冬季時的 米桑 很肝臟的 身體動作 那時候 照李老師說 就是 他 就是在電腱出 說給了 台灣社會 受到 外來的 政權